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當然繼續有贏球攻略 由Bubo 十八燈自家製作節目 繼續有好拍檔,集賽Dino和我肥蘇 星期四球不多,主要是杯賽 但杯賽有很多,都可以穩一點來玩一下 尤其是西班牙國王杯和法國聯賽杯 法國聯賽杯先來一場,雷欣 你最喜愛的雷欣 現在更好一點 又更好一點,那天是輸球 只是打刺 本來早前的狀態挺好的 分別是2-1贏聖日門 3-1贏藍石 1-0贏藍絲 在法聯盃贏阿勒斯 但多或少,那場對著聖日門 打少兩個,有主力停賽的情況下 最終0-1輸了給伊維欣 伊維欣也不懂得贏球 竟然被他贏了球 不過那場比雷欣平反 伊維欣整場球,一球球中籠 一開始就入球 真是激到你流 那沒辦法,很多時候賽事都是這樣 那這場球你又怎樣看呢 你是否繼續捧這個雷欣 我會捧雷欣,外面初盤 雷欣讓一球球半,我也不怕 雷欣說不算對伊維欣那場球 雷欣按著對手來砌 控球比率高幾一面倒之後 就輸0-1 但你看之前聯賽都不差 1-0人藍絲 1-0人阿勒斯 2-0人門比利安 2-0人利爾 其實雷欣都回來了 我已經不算作客人巴黎士 善逸爾門 不算作客3-1大炒藍石 所以你看雷欣的狀態是可以保持的 特路亞這隊球 上一場球聯賽和前一場球聯賽 兩場球合起來輸成六球球 是啊,他現在在尾以為止 實力相當頑皮 最重要是作客頑皮 七場聯賽只能和過一場球 還要輸給聖伊天 還有大炒 給巴黎聖日門大炒 所以祝正他們的作客能力相當頑皮 老實說 大家看法甲也知道 雷欣居然可以讓一球球半 不過我只是有點擔心 不過雷欣怕他失球 還有怕他緊勝 我經常怕他 大家看到之前的賽職 他們反而是作客入球能力會高的主場 因為主場他們很多時候 打主攻 反為入球能力沒有那麼高 我自己擔心這件事 唯一是擔心 如果雷欣這場球 不幸地贏一球 也不怕 再下一場球 就特路亞回主場 在聯賽對雷欣 那場都可以報仇 但這場球我集賽Dino 看回雷欣 上一場球 贏表現 贏狀態 輸比數之下 我對雷欣都有信心 所以這場球我照顫上盤 都可以的 這場球像是一杯賽 我相信雷欣都會 其實會用力一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聯賽不降班就可以了 最終欠不欠到歐洲賽 就是另一回事 特路亞就專心互給就算了 是啊 去到西班牙杯 我們要看第二回合 這次比賽也是第二回合的賽事 先來一場格蘭納達 主場出擊薩拉過薩 格蘭納達第一回合0比1輸球 近期頑皮 他唯一一場 他贏球 我經常都說 這隊球要小心 我跟本王傑 大家都聽過節目說 這隊貝迪斯很古怪 他可以贏王馬 可以贏華倫西特 但是他輸比格蘭納達 你真是猜不到他 所以大家要小心這隊球 但是是否捉正了 格蘭納達的回用呢 不是的 看到他輸比馬體會的主場 雖然打得OK 但是似乎 把能力始終都差一點 作下對華拉奈列其實打得不錯 但是問題就是 作下能力不夠好 就是防守能力不夠好 或者入球能力不夠高 主場又輸給北爾包 作下又輸給薩拉過薩 就是第一回合 所以近五場贏過一場 所以薩拉過薩 會比較均衡一點 其實今年我自己覺得這隊球 表現是有回勇 尤其是他們的平均實力 以往大家都會覺得 比較差一點 但是今年就OK一點 就是格蘭納達這場 對薩拉過薩 格蘭納達不單止在聯賽 暫時排第三個互級 在主場成績都是排尾 所以你說這樣的互級分子 會不會很專心和你踢西巴雅盃呢 我首先會有一點疑問 再者上一場球 就在首回合 輸給薩拉過薩 格蘭納達0比1 就算這場球他一樣平叛 我對他都贏了整個比數 我都有點疑問 所以我寧願差一差下盤 今年在中游分子的西甲 薩拉過薩 不用輸球 要下盤 我也要下盤 我也要下盤 我和習塞天奴一樣 要下盤 覺得薩拉過薩對著同一球隊 今年都比較OK 你說薩拉過薩 那些1比3 你沒說話說吧 這場球我和習塞天奴的選擇 都是要薩拉過薩的 講完格蘭納達對著薩拉過薩之後 就講講這一場 又是要專心呼吸的 這一隊就是切爾達 對著艾美尼亞 艾美尼亞在第一回合 主場2比0贏過切爾達 還有艾美尼亞今年 其實大家都記憶猶身 早兩季其實都是西甲分子 今年西月都表現得相當好 暫時在西月聯賽榜排名第二 又有31分 他近期挺好的 近五場 贏了三場 只是和兩場 上一場主場3比2 是梅西亞 另外之前也曾經作客贏過 維爾亞 以及主場贏了赤爾達 之前兩場互交白卷 這班球的實力 當然 其實我自己覺得 大家就是同級 因為你說今年赤爾達 分數是11分 你說論分數是隨時降班 不出奇 你看回西甲 拉科路尼亞 格蘭拉達 剛剛說完那隊 奧沙辛娜 愛斯賓盧 這幾隊 甚至馬略卡 都有機會降班 你說赤爾達要專心護級 對面艾美尼亞 可能要專心升級 那我又不擔心他了 因為他們要專心升級之餘 其實這班球 看回人腳 當然也有些改動 但是今年 打了個球員 尤其是巴西直28歲的前鋒 有13場入六個球的查理斯 表現相當好 另外烏魯亞 烏魯亞 其實那時打西甲的時候 阿美尼亞已經在踢中 其實這班球 和中場的魯長蘇利安奴 今年都變得相當不錯 有六個入球 其實這班球 那個人腳又不是那麼差 老實說這場球 好像習塞典所說 其實你赤爾達根本 近期都相當 近五場未贏過 上一場剛剛的主場 都只是和了馬略卡 真是一般的 雖然 甚至是朴主榮都開債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班球始終的整體實力 真的不夠 還有他經常 就是靠前線 就靠艾斯柏斯 這個球員 單天堡至珠 前面給你入了五個球 又如何呢 朴主榮都OK的 有兩個球入球 還有比美祖 比美祖都OK 又有三個入球 但是其實防線又一般 又攻得很上 這班球 這場我就自己覺得 這場我就要敲一下下盤 其實 剛才我讀了一些比較西甲的護級分子 其實你看看赤爾達 對著這班護級分子 是未贏過球 剛才那一場 主場1比1 迫王馬略卡 甚至在之前 主場對著拉科魯尼亞 都是護級分子1比1打 作客對著都是要護級的格蘭納達 就是輸2比1 那你們對著都是同級的 西越勁女 亞美尼亞 主場讓不讓到半球 讓不了 我覺得一來要想護級 所以其實這班球 踢得很密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太密之餘 還有賽程真的不太離它 接連賽事 越來越的對手越來越難 所以這場球我就要下盤了 我不想了 雖然外面的飛數 赤爾達仰半球不停下飛 但我建議大家 這場球 買亞美尼亞的下盤 好 接著去另一場賽事 這場就是馬略卡 轉場出擊的拉科魯尼亞 好像是無毒有狗 今天選擇那些 全部都是藥類 全部都是護級分子 藥類 這場更加是 雖然大家都是西甲的分子 但是都是護級分子 都是近方相當差的球隊 十五位的馬略卡近場未贏過 只是和過兩場 索客的華力減流更好笑 那場球其實他們有權分子走 很不抵就是最後 無端端幾分鐘失了兩個球 即是不集中 始終今年馬略卡的成績不好 跟後防線的表現差都有關 即是不太集中 87分鐘失了一球 90分鐘又失多一球 變成這班球見到 即是不太集中 這場球還好就叫有個主場之力 拉科魯尼亞其實那天執新財 對著畢爾鮑 畢爾鮑出了羅蘭迪 有了蒙尼安 其實打得相當好 那便奈何 拉科魯尼亞有點暈 再者 在我背後面這個老將 37歲的華拿朗 一個秒傳 一腳球 整場踢一腳球 拿回一分走 捉證 真是華拿朗 果然是西班牙、斯坦 即是拉科魯尼亞和馬略卡 其實今年已經對碰過兩次 11月初 3日內就踢了兩場西班牙盃 拉科魯尼亞主場1比1 就是黃馬略卡 在西甲聯賽1比0 馬略卡 其實你見到今年 拉科魯尼亞對同級隊伍 是未輸過 在赤爾達1比1 打和對手 甚至在季初早一點 在格蘭拉達1比1打 其實拉科魯尼亞今年 也算偶有佳族 曾經3比3華倫西亞 對巴塞也輸4比5 論實力 其實我自己反而覺得 拉科魯尼亞穩定一點 首先這場球 我就不覺得馬略卡有多有優勢 首先回到主場 但我很簡單 這場入球勢 入球勢 入球勢 因為兩隊都沒有本錢 再者 大家不如亂合互給好 真的老實說 你說杯賽 還有首先第一回合 馬略卡本身有個領先 這叫做有個載入球 1比1 他回到主場 0比0 又何妨呢 再者 我相信 拉科載下情況下 大家見到拉科 長長都是最多入一球 除了那場對華倫西亞 是華倫西亞的防線打小過之後 然後就穿了洞 還有那場薩拉哥薩 跟他鬥功 如果你說相對有少防守力的球隊 對著他 都是可以入球勢的 近12次 馬略卡或者拉科 路尼亞的對戰 11次都可以小 根據往績 絕對會撐小球 再者 我習塞丁奴這場球 會撐一下下盤 因為拉科 路尼亞對著馬略卡 就算坐客去到馬略卡島 都不需要輸球 就要下盤 今年的威力 那個島沒有了很威力 震了 不知道震了去哪 不知道是否跟拿道其中的股東 枉球命將拿道受傷有關 跟球會的運動一起衰 希望快一點 打得好一點 馬略卡也是相當不錯的球隊 講完法聯盃 西伯拉盃 也講過籃球盃的四強第二回合 昨天我們講過聖寶羅 今天要講另一場賽事 這隊是提格類 就是阿根廷的球隊 作客去到米連拿里奧斯 其實他簡稱百萬富翁 他正式解釋的名字就是百萬富翁 這支球隊其實是來自哥倫比亞 實力不算特別出色 但是因為他們是季初 其實他們那個聯賽剛剛開了 其實OK 就不見特別出色 但是都算是前列的勁 陣中大家會記得 可能有兩個球員比較值得留意 就是蘭迪利亞 蘭迪利亞其實曾經效力過波圖 哥倫比亞前鋒 看到巴西甲組 效力過山道士 現在十一場 就是剛剛那季 經過那季 十一場有五個入球 另外有個年輕前鋒 哥倫尾也是不錯的球員 所以其實這兩個球員 應該是提格類的失腹大幻裂的 就是說米倫拿里奧 之前就在秋季的聯賽 常規賽入面就排榜首 37分排榜首 比伊基達次明多了4分 但是去到這個季後賽 暫時季後賽兩場球都全部輸了 表示其實在一些比較 季後賽都算半個他杯賽 在杯賽發揮就不算太好 所以上一場球在籃球杯 作客對著提格類的情況下 就是0比0 也看到這隊球在近兩場的表現 入球也不算太多 進攻能力不太好 例如在籃球杯上一圈 雖然淘汰金美奧 但作客也輸0比1 那情況之下我就要過入球勢 勢是正常之選 因為作客的情況是0比0 還有提格類本身 大家會知道 打一杯賽 四強第二回合 那天對著 哥道爾股斯都不流力 沒有啊 為互級 阿甲的互級係數 所以他們為互級的情況下 他們都沒有特別的流力 當然這場球 所以更加要作效到哥倫比的情況下 我覺得更加惡劣一點點 所以這場球誰勝誰負 不敢說 其實大家實力 感覺上都是差不幾 但如果純粹南美球 拉丁球 我就純粹要過主場之利 主場之利應該 可以首選 我和習卓天童的首選 就是入球勢 然後可以再看看主隊 比較好一點點 好了 講完這場 就講明天星期五早段 我們就免得 第二天才致 臨急抱佛腳去看 或者趕不及看 要上班 先講上OA 麥爾本勝利對著 柏絲光輝 近期你覺得 奧積OA 正不正路呢 非常之不正路 就是會來FC 今年不少球員加盟之下 8.6分 就排包尾 相反 傳統勁女阿德內德聯 就回來排榜首 中岸水手 近幾年都不差的球隊 就排第二 但是麥爾本勝利 在一個季初 一般的開局之下 都已經排第三 帕斯光輝 11分 排第五都不差 所以這場球其實可以說是 五五球 是啊 麥爾本勝利 最近就懂得勝利 因為近四場沒輸過 有三場還要贏 話說回來 我上一周 我算是看得最多OA 奧積的賽事 這對西部式尼的問題在哪裏 我告訴大家 他們的把輪太危 居然在麥爾本勝利 打小過的情況下 他們按住對手攻 射門次數相當多 但是一球也進不了 相反 就比麥爾本勝利 始終姜是老的 憑著兩個突擊 比亞奧金 對方一隻比亞奧金 擺呼籠之餘 其實艾奇 湯神的入球就搞定了 所以呢 其實這場球 我看見到 麥爾本勝利 果然是一支 很有經驗的OA球隊 相對帕斯光輝 其實近方一般 五場一勝兩和兩副 最近一場和球 就是帕斯光輝 主場出擊到威廉頓鳳凰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我覺得帕斯光輝 跟威廉頓鳳凰的風格差不多 近一兩年 防守就好了 但是進攻能力又不是特別出色的 帕斯光輝就是 少少反覆的 之前對著榜首 阿德萊德聯 作客開逆逆 和你一比一 對著排低四名的 紐卡蘇噴射機 可以贏你三比二 但是對方排名低一點 中油班的威廉頓鳳凰 和西式尼流浪者 主場都不贏球 所以這隊球有少少的狀態 就會比較飄伏海鮮球 我就寧願買入球勢 為什麼呢 因為在八場的賽事裡面 帕斯光輝有兩場球開大 其六場球都開小 這種情況下 不如寧願買入球勢 好過馬里帕斯光輝 一時好一時壞 時好時壞 就不如買大勢 我撐主隊 我覺得三場主場都贏了 物議本 應該三場贏了 都回主場 應該對著帕斯光輝都可以贏 好 今天簡短短講了幾場賽事 希望大家可以逃利 勝利 即是移歸 除了看我們贏寶攻略之外 也要想報回十多多點 看我們其他名家的推介 以及語音背場分析 以及語音賽前分析 還有動新聞 以及入球片段精華 多謝各位收看 明天繼續有野不公 周五再見 拜拜